一輛白色轎車卡在山區的樹林間動彈不得 嚇得車上的韓國姬夫妻趕緊報警求救 園警慢慢地開在幾乎全黑的路上 靠著車頭燈在左側路邊看到有兩人不斷揮手失憶 韓國夫妻一看到園警終於鬆了一口氣 你們幾點上來的 可能5pm 我們失去 沒想到來台旅遊竟然會受困在樹林間 事情就發生在10號晚間7點多 宜蘭雙蓮皮台旗丁縣山區的產業道路 原本這段韓國夫妻要去圓山鄉知名的 旺仔機餐廳吃飯 沒想到跟著導航開車卻開到山上去 距離餐廳至少有20公里 兩夫妻趕緊從產業道路往回走 大約一個小時的路程 等到手機有訊號後立刻報警求救 警方過報後 先聯繫報案人並將GPS定位 傳到警方的LINE 立即沿台七線及1GPS的定位 沿線實施地毯市搜索 終於在產業道路上發現觀光客 雖然找到人 但是道路兩旁都被樹木遮住 一般車輛無法進入 警方趕緊聯繫民間道路救援 批卡到場協助 批卡以救援專用的拖吊繩 將受困的轎車拖出來 並開到引導韓國夫妻下山 結束這場受困驚魂 警方提醒民眾 在山區導航容易迷航 如果發現開進非正常道路 可以立刻報警 以免發生危險